大家好 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不想讲话 因为突然发现自己买了很多 非一所思的口红 男孩看了会流泪 女孩涂了会沉默 这就是我不想讲话的原因 为什么年少的我会买这些 好迷惑 下面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选手入场 首先出场的是裸色 瞬间让你获得一张 失邪过多的脸 比如这只 在裸色里加了很多灰色 言情剧必备色号 就像一瓶受伤师 楚楚可怜的模样 不想上学也无需请假 同学会主动帮你拨打120 老师会号召全校给你捐款 当然 只要气质独特 也不是不能驾驭 第二个出场的是珊瑚色 有人说 珊瑚色适合黄皮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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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荧光的珊瑚色处外 比如这只 和这只 荧光珊瑚色 不管你是白皮 还是黄皮 都会让你变成 小黑皮 真正适合荧光珊瑚色的 是黄黑皮的女子 接下来出场的 是桃红色 比如这只 比如这只 这只 和这只 传说 只有收到过桃红色口红的女孩 才算真正谈过一场恋爱 因为直男欣赏不了冷淡脸 汉平胸 但对死亡 八笔粉 却有着迷之执着 同样 桃红色可以显白 但不能有 荧光 对于我这样的黄皮来说 并不会让我们 风若凝枝 只会让我们 从都市丽人 回到村口小方 我24岁的时候 涂着这个颜色的口红 在日本的街头 走了一天 当时我在想什么呢 最后一位 是姨妈红 子调的姨妈红 并不能增加气场 只会让你变成老巫婆 比如这只 和这只 前一秒 我还是病危的医品 这一秒 我就变成 嚣张的血液 傅文泰 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你有本事抢男人 怎么没本事开门呢 可谓 曾 林 神 气 好了 欢乐的时光 总是这么短暂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别忘了给我评论点赞转发 我们下次见 Bye Bye